欢迎收听解释聊 这是一个在闲聊饭店旅游生活事实和发老少的Podcast节目 我是小姐 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12月26号 那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下我2022年住饭店的一些心得 然后各种饭店的一些 算是想要给一些颁奖吧 比如说2022年最好的饭店 我觉得是哪一间 我会分的稍微细一点 如果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说我有哪些漏的 你可以再留言跟我说 基本上今年2022年是个很特别的一年 在疫情的情况不届时期 所以我大概在6月7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出国 也因为在国外所以有比较多的住宿 那平常我其实一年不太会住到这么多晚上 今年住了45晚 那主要分部都是在万豪集团跟这个IHG集团 那这两个大概占了应该30多晚左右 那剩下来就是凯悦集团跟谢敦集团 那谢敦集团的话比较意外的是说 今年我只有住了三个晚上 那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在前一年的时候 是有那个Go Hilton 就是他们的亲友家 但是后来因为今年就没有这个荣幸 有这个亲友家 所以我就比较降低了这个住谢敦集团的欲望 那相对来说谢敦集团的表赚卡也是相对简单 所以比较不会去入住谢敦集团的饭店 那其实谢敦集团在台北我都 我这几间饭店我都是蛮喜欢的 所以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些饭店 反而是相反是因为同样的价格考量 我可能会选择别间这样 然后还有他们宝集比较不太需要真的去住 好那再来的话 顺便讲一下我大概住哪些饭店好了 那这部分可能会很卡 那我会稍微念过一遍 那如果你觉得太容长 你可以直接快转大概30秒 好1月的时候入住了台北的爱美酒店 台东的喜来登 大安金普顿 林口福棚 富乐 富乐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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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代寓所 然后高雄万豪 然后高雄周济 中山的逸林 逸林酒店 就是逸林谢顿 然后台北万豪 国泰万宜 南港万宜 台中的Moxie 台中的万丰 台南的亚乐轩 然后金普顿大安 又是一次 然后再来是这个旧金山的亚乐轩 旧金山机场亚乐轩 然后又回来台北 台北的爱美 然后南港万宜 这应该是刷房 再来是金普顿大安 又来一次 台北万豪 又来一次 曼谷的 柏越 然后跟曼谷的万豪 Sara Wansay这一间 然后跟曼谷的 马赛 Kimpton 就是金普顿 然后富乐旅居 东京的 Higher Regency 这间应该是凯月 然后 大阪的Holiday Inn Express 就是大阪市中心的那一间 还有这个 所有的万峰 然后别府的周济 明古屋的福棚 冲绳 纳坝的那个凯月 跟 东京营座的亚乐轩 还有京都的Risk Alton 还有这个最后一间 是大阪的周济 所以其实入住了 我是没有数啦 但是大概有三十件左右吧 然后这个名单非常的长 我念的超级卡 因为我自己全部都写 我全部刚刚是从这个app里面 抄下来 然后发现 哇 有够多 有够杂 对 那就 我还是想念一下啦 那 原因是我想 让大家知道说 我大概是抽哪几间里面 然后去选出这个 选出这个今年的奖项 那我今年的奖项 我第一个 想讲的就是 2022年我最失望的 最失望的饭店 那我得说 今天这所有的奖项 都跟一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稀奇相关 就是钱 就是今天我花了这个钱 然后我享受到的东西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如果今天花了3000块 我享受到的东西是70分 跟我今天花了1万块 然后享受的东西还是70分 那我会对后者这个花1万块 是非常非常火大的 这样 那第一个奖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奖项 就是他花了又贵 然后他的享受又低 然后基本上我不知道 我不会再回来的一间饭店 那这间就是东京营州的 雅乐旋 那为什么会是这一间呢 其实这间 就在我入住之后 然后我看到别人动态 说他觉得这间好棒 好大 这样 那这间 大概那一次 东京营州那次 我大概是花了 4万5000点的万好点数 那折合台币 4万5000点是很很贵 在台北可以直接住W 那折合台币的话 大概是9000块台币的一个点数价值 那9000块你只能住到这个雅乐旋 基本上就已经很扯了 虽然营州这个位置超级超级好 雅乐旋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那这个价格 我觉得很出于恶 我在考虑 因为真的太贵 然后他的房间 说大也没有多大 当然是比一般在东京营州的 大很多 可能是两倍 甚至三倍 但是 因为我都一个人入住 所以我是觉得无所谓 你这个价格 我去隔壁可能开个3000元饭店 我可以开两间 我心里放另外一间就好了 对 就是这么夸张 就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价格才太扯了 就是 怎么会这么鬼扯的价格 对 那我后来发现 这间饭店的价格 都一直都是在这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水位 所以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一间 但是这一间的住房率蛮高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 就是 2022年我最失望的饭店 就是 东京的营州牙子宣 那再来的话 我想要再倒过来讲 我觉得 2022年 我觉得 最佳的一个平价饭店 那最佳的平价饭店 这个 这个 什么叫平价 我想要稍微定义一下 定义的这个点 就是说 一个晚上 他可以压在 2500以内的台币 这叫做平价饭店 可能 有些人已经觉得 但是这2500是 两个人 这都是以一间房间来讲 不是以一个人来讲 对 那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入住 所以我永远都跟你说什么 一个人2500以下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今天找另外一个人 一起住住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人1250以下 总之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低的数字 那这一间的话 我会给这个 大阪的 这个Holiday Express 我们前几集有开 像这一间 这样 那这一间叫做 自选吧 自选假日酒店 然后它是大阪市中心的这一间 明德尔斯基这一间 那这间 我后来发现 有这个 在Instagram上的朋友 去录制 那他觉得很小 那我是觉得很大 对 当然他其实跟我前一个讲 这个雅乐轩 这个也是 可能大概是他的1 2分之1而已 但是呢 因为这个价格 他可以 真的如果你用点数订的话 大概是可以压在2000块上下 这样 那如果你用现金订的话 大概3000块上下 所以我觉得这间 位置又好 然后地点又 然后又很新 所以我这一间 我觉得他的 是我觉得2020年 我住的最满意的一间 比较平价的酒店 那再来 我想要顺便 顺便讲一下 就是一些 我在2022年 有一些比较长的stay 就是 就是什么叫比较长的stay 就是我可能在这边 待了超过三天以上 然后我可能待了很久很久 那 最适合long stay的这个饭店 我原本想了一下 后来发现 哇怎么会是这一间 对 因为我后来发现 真的是比较少 我比较少在饭店long stay 我可能两天或三天会换一间 我发现 想一想去 今年会是台北的南港万一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 很适合long stay的 原因是因为它很便宜 它很便宜以外 它的房间非常大 它最小的房间就已经很大了 然后它很适合办公 因为long stay 通常你就是 以这个定点为出发点 然后它必须需要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交通要够好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个不错停车场 够大的停车场 或者它机能也要OK 这样 那这边我觉得南港万一都有办到 然后它的房间够大 它可以 房间真的可以让你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在这边路过阴 我在那边 喝过酒 我在那边 当然就也有纯睡觉 或刷房过 都有 那时候大概一个晚上 大概是2400吧 2400左右 当然是有特惠价的时候 但现在的话 应该不会是有这个价格 然后long stay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我可能需要工作 所以同时2022年最佳 是我的workation 就是我可能 我常常会出去 然后因为我有可能不想待在家里 然后想说 我去住个饭店 然后顺便工作 我的选择也会是这一件 那当然其实价格也是很大的考量 毕竟你出去住 你边工作边就是住饭店 其实你不可能住一个晚上1万块那种 那怎么可能叫workation 叫做那个太贵了 所以其实workation跟long stay 我都会选南港万一 这个是我有点出乎意料 所以我在想想 发现好像没有一个比较适合的 对因为 这样long stay的话 其实你的行李相对就会比较大 那它最好是 你可能有办法能够运动 有办法能够 就是我要吃东西 我可以在楼下吃 或者是我也比较强 可能麦当劳什么东西 它可能要在附近都会有 然后uber e 可能也要能够叫得到 那这个总而言下来的话 竟然是南港万一 那可能也是因为 它有点真的很好 还有它在前一段时间 就疫情期间 其实价格压得非常的低 这样 尤其它刚脱离房源旅馆的时候 那一个价格真的是很杀 所以我自己 很意外的给它 这个竟然是 两个奖 真正的两个奖 那再来的话 我想从这边 然后就往外发来 就是说 那如果饭店呢 如果饭店本身的公设 我自己会 最喜欢哪一间 那这边我会给的是 在10月底我入住的 那个别府洲际 那别府洲际 它本身也是个温泉饭店 所以 当然它的整个公设 就是它的重点 它必须要有温泉 它必须要有 很多很多的设施 能够才能把这一间给 撑起来 这样 那这一间的话 是我海外的选择 那如果国内选择的话 我会给 泰鲁格基金 抱歉 我会给这个泰鲁格基金 因为泰鲁格基金 它的位置比较 它跟别府 有异曲同同之明 就是它的位置比较 比较偏一点 但是它整体的公设 非常非常完整 就是你完全可以在里面 待一天的那一种 所以这个公 最佳公设 我会给这两间 别府洲际跟泰鲁格基金 那再来的话 2020我最常入住的酒店 这个就是一个统计 这个完全不知道 在统计之前完全不知道 竟然是台北大安静普顿 那我回想起来 为什么就是 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的房间 基本上对我胃口 然后虽然它楼高很矮 房间其实老实说不大 但常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它可以用点数 IGG点数大概2万出头 可以去订到 那它相对于它的房价 大概常住在4500上下 疫情前后啦 那现在其实已经7-8000了 因为开放之后比较贵 相对来说它CP就变很高 那IGG点数其实 它本身点数价值 大概在0.12到0.15之间 所以大概就是2500到3000块 一个晚上的大安静普顿 然后我又蛮喜欢他们家的bar 他们家的bar是勤酒bar 然后英文应该叫做The Tavenist 应该是这样念 那这间也是我在台北 就是还蛮常会去的地方 这样子 那在前一年2021的时候 我可能比较常去的 会是中山逸林的谢顿 这样子那间的话 我是2021年是最常入住的 那2022年的时候是大安静普顿 讲到主要就是因为 最常去其实就是 它价格要够低 这是一个很很很 非常非常非常可嘉的一个频道 对所以这一间的话 我是2022年最常入住 那再来的话 我想讲一个就是 最佳的饭店早餐 那这个早餐呢 就已经进到 我这个没有一个价格带限制 就是我所有入住的饭店里面 我最满意的是什么 那这个会有两间 那这两间都非常的贵 第一间 我其实最有印象的其实是 曼谷的补月 曼谷补月 这个他们家早餐超级好吃 但是有可能是我对饭店早餐的要求都很 不是说要求很低 我对饭店的要求 饭店的要求的早餐 其实我 我基本上buffet我就不喜欢了 我老实说buffet就是 一大堆东西 但是没一样我都不吃 真的是这样 我常常去buffet 大家都说这些的饭早很赞 但是我每次一去都是 好又看了一圈 我又只能喝 我又只能喝咖啡跟吃水果 就是我没有想要吃什么巨型的可颂 我没有想要去吃那个 看起来很难吃冷掉太阳蛋等等的 然后我也没有要什么 很 我也不需要一个淡淡面等等的东西 就是我只是想要 我想要一些精致的东西 但是我不想要吃太多 那我觉得曼谷的补月 他的早餐真的水准非常的好 然后还有一间是 历斯卡尔顿京都 历斯卡尔顿京都 这个不用讲 日本的早餐 真的到一个等级的饭店 只有是非常可怕 就是我觉得 没有办法不满意 那因为我又很对这个日本的 日本料理这些胃口这样子 那我那一次我点的是 我两天早上都点日式的这样 那他一天我是在他的餐厅用 一天我是在房间里面用 老实说差异不大 那他分量有一点点多 但是基本上我都 我都非常满 每一样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 对那但是如果这两间硬要比的话 我还是觉得曼谷博又会强一点 对因为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忘记那叫什么 就是班尼提克蛋 我是觉得实在是太强 就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 我把蛋切开来 那时候那个蛋好像流出来的那个画面 这样就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强大这样 那这两间是我觉得 2002年我遇过最好的饭店早餐 那其他很多间我都觉得还好 就是就是 就是我都觉得就是buffet 那buffet就是buffet 就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太精致这样 那还有一些很不错的 那曼谷的在平均来讲都很不错 然后台北的我就觉得 好像我没有特别特别经验的这样 好那这个就是早餐的部分 再来话就是最佳的房间设计 就是怎么样子一个房间是我喜欢的 其实我房间并不是 他喜欢到非常巨大 因为我还是一个人住 我一个人住 所以房间太大 我觉得有点可怕 就是如果今天我今天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房间太大 我必须要关一扇门 比如说他今天是 例如说刚刚盛站的饭早 就是曼谷柏月这一间 他是给我一个套房 房内他是给我套房 但是那个房间因为太大 那个房间应该有30坪吧 室内 所以我必须在睡觉的时候 我要关两扇门 第一扇门是厕所的门 第二扇门是客厅跟就是卧室的门 就是我要去关两扇门 我觉得很烦 所以其实房间太大 我是没有特别喜欢的 那这边我会觉得 我觉得房间设计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就是个人的美学这样 那我美学偏低落 所以我比较喜欢比较现代的 甚至有时候有一点商务的感觉 我也是觉得很OK 那这边我想给2022年的最佳房间设计的 应该会是曼谷的金普顿马来酒店 或是马来金普顿酒店 这间我前面有开 这样 然后前面前几集 应该往前翻就会有 对 然后这间的饭店 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厕所很大的那种饭店 那种房间这样 就是厕所越大越好 那这间的话 他的厕所无敌大 他的浴室就快要比我现在住的地方的房间 就是房间还要大 就是他的浴室无敌 很可怕 对 他的浴室不知道有没有两瓶 就是 就是光领域的地方 你就觉得说 哇 这边可以塞10个人 这样子 对 很像是那种健身房 就是什么 什么蒸汽室这样子 就是无敌大 这样 那当然房间是有进行升级 但是并不是升级到 就是非常非常一个 非常巨型的一个房间 这样 他其实一般房型 他的房型 房间就很大 然后他整体的空间都很 空间感都很棒 很适合 就是来放松的 但是这间房间 虽然他设计很棒 然后 我觉得他的整个设计感很赞 然后他的采工又很好 对 那但是他有个小圈 就是他比较不适合办公 就是这一间 他如果你要办公的话 你的位置会相对小 或是他没有像是万宜 就是我刚刚讲的万宜酒店 他就是有一个很长的桌子 就是你工作的桌子 所以这间换店 就是其实有舍必有得 其实如果你今天要有一个 很适合商务办公的桌子 那他势必不会有太大的设计感 通常不太可能 对 所以就是一个balance 所以这间房间设计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很喜欢他的风格 我真的这么说 因为我 我自己是工程师 我是绝对程度上有美学的人 但是这一间饭店的房间 我很喜欢 这样 好 那再来的话 我想讲一个就是 酒店 这个overall 的bar 这就是他们的酒吧 那酒吧的话 其实这都自费进去的 所以他都 有些好像有launch 但是launch给的酒就不一定 所以这边都只是讲说 我自己付钱 然后跟他讲说 然后去付钱 喝调酒或什么的 那整个overall 跟这个可能 bartender的专业度吧 等等 这样加起来 或者是他整个酒的品质 或者甚至有些酒 我可能点到房间这样 这个都算酒吧的一部分 那这里的话 我老实说 我没有遇到一件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 觉得说 这件一定要拿来讲 但是如果硬要给一个 就是在可能80分以上的 这样的话 我会给 我会给大阪的周记 就是前几期有开始讲过 这个 大家就去听一下 他这个 ADEEbar 什么叫ADEEbar 我觉得还不错 那他的整体的酒 也给的 我觉得配搭起来 是还不错的 那会让我会想要点第二杯 因为有些地方 我点了第一杯 我就知道 我不能再点第二杯了 是因为他酒太难喝了 那酒太难喝了 像是 旧金山机场的那一间 雅乐旋 他酒太难喝了 就是 你今天去就是除非 你真的想说 喔 人生好苦 但是我现在来一杯更久 更苦的酒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雅乐旋的 就是旧金山雅乐旋 但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喝一个 比较 signature的调酒的话 那我觉得 大阪周记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间酒非常的贵 这间酒非常的贵 他一杯台并应该是 500多吧 就是 它是一个很扯的价格 所以 不错 但是眼膜值这个价格 我觉得 可以喝个一两杯 但是不要 就是如果你想要喝醉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更 其他地方 你觉得大阪有很多地方都可以 就是 可能啤酒可以喝到爽 这样 不需要特别去 这间去 就是享受酒精 这样 好 那再来的话 我想要再 讲另外一间 就是这个 刚刚其实都是 就我们分 分布的 例如说公社 或酒吧 或早餐 或房间 对 那我想要 overall overall 我觉得 这全部里面 我最满意的一间饭店 但是这一间 我得说 也是有点出货我的意料 因为这间 其实他并没有给我一个 我不会觉得说 他每一个地方都是最顶尖的 但是他却是我今年以来 最有记忆点的一间饭店 那这间饭店会是 又是曼谷博园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实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的服务 我觉得很好 当然他是很好 可能是90分95分 他的房间 就我刚刚还有挑打毛病 就觉得说 我的房间太大 怎样子 但是他房间也是很好 然后他的备品也是 Lelavo的备品 不用说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房间整体的 不管是服务方面 也非常的到位 就是in-room dining 或者是他的整个 服务跟in-room dining 食物都很好 然后他的酒 好像没有点他的酒 但我有点他的太奶 然后他的价格 大概在1万块上下 就是他的价格是一个 如果你要住博育的话 你在其他城市 可能会是两三万台币 但是在曼谷博 我觉得 这个价格9000上下 好像是尚可接受 然后他的地点也非常的好 他的交通也很好 他的一切都很不错 然后他的房间的 尤其他的厕所 非常对我的胃口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很奇怪 帕海亚的一个 会有一个很神秘的风格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好像有人说那叫什么 炸吉封吧 什么的 我也听不太懂 反正就是一个 很神秘的一个风格 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你真的要讲说 这个比较是 我觉得我 对我来讲 最有 最有 印象的一间饭店 对 就是一个 最有印象的饭店 它其实 一定会跟价格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我另外一间住的 最贵的是 Riskarton 就是京都的 在凤业季的 历斯卡顿酒店 虽然我大概用 也是差不多 9000亿万上下的入住 但是那一天的房价 我印象中 大概是 4万台币上下 所以它这个 非常非常扯的一个价格 但 它整体的入住 感觉 我觉得它可能 不是说它不止那个价 是 我自己未必有那个 品位能够去品到 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对 就是我常常用 9来当举例 就是 有时候你可以分得出 500块的威士忌 跟1000块的威士忌 或者是跟2000块 威士忌的差别 但有时候 威士忌你到了 5000块 1万块 那等级你是已经不知道了 你已经不知道说 它到底是在卖它的品牌 还是卖它的年份 还是卖它的历史 还是卖它什么东西 对 像Riskarton 它固然是一间 非常非常漂亮的饭店 非常非常好的饭店 也是几乎都做得 无懈可及 但是它的价格 是我一不理解的地方 对 因为它 例如说它在 它整个饭店 整体 都很像一个博物馆 一个非常非常有 艺术感的地方 但是我每一个物件 例如说这里 为什么会有一个 一个树 我完全不知道 我就是 我没有那种文化底蕴 可以去理解 我一个晚上花了 三四万块 到底花在哪边 如果我今天知道说 这个树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那它其实在这边 说不定它在这边 已经三百年了 那只是因为 这个饭店要建起来的时候 不想要把这个东西给弄掉 所以它就干脆把它变成 饭店的造景一部分 所以你现在觉得说 它虽然是一棵树 但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有年纪的树 等等的 这东西 底蕴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就变得非常试快 非常试书 觉得说 我花了多少钱 那都让我 让我觉得 好像到这边差不多多的 那我觉得会是 曼谷的博乐 那Riskarden的京都 我是觉得它这间也是非常棒 但是那个已经有点 超出我的范围了 我也不知道它每一件 艺术品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 比如说这边有一幅画 那为什么它会在这边 插这幅画 一定有它的意境 一定有它的想法 但是 我完全不懂 这真的是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范围 所以 我还是想 想表达的说 就是 其实我 我对于这些东西 的意见是有限的 那我虽然可以把它 把一些东西 讲出来 但是 有些更 更高深莫测的 或者是它可能真的是 有一些历史价值的东西 我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知道 所以 大概 我觉得最 我觉得最 我觉得2022年 我觉得最 最满意的 不 最满意的饭店 然后如果 如果不限价格的话 一定会 还是会是 Riskarden的 京都 但是如果考虑 一定价格的话 我觉得曼谷柏越 是很值得的 这样 我觉得它是 非常非常值得的 饭店 对 那基本上 2020年好像 就 就这些 我已经 我其实已经住了 蛮多的饭店 那其实最后的奖项 其实都落在 某几间饭店 因为我觉得 这几间饭店 像我刚刚讲的 金本顿马来 或者是 曼谷柏越 或者是 像周记的 周记的 别府吧 也很不错 然后还有 像刚刚一直在讲 Riskarden的 京都 其实它这些饭店 都是绝对 绝对值得去住的 那很多的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个人的 非常非常个人的 就是 我可能觉得很棒 但是那不一定 你觉得很棒 所以我尽量 把它分门别类的 然后也顺便告诉 大家价格的 然后 把它反映在我的 的 这个Podcast上面 那 我们一集的Podcast 就是饭店的开箱的部分 我一定都会讲价格 一定都会讲价格 那 如果未来有sponsor 我也一定会告诉大家说 这一集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合作 但是 目前我觉得短期间 不会有啦 所以基本上都是 增进版人入住 那 有可能是用点数入住 有可能是用现金入住 有可能是用什么东西入住 我也会跟大家讲 然后会跟大家讲 说这间饭店的 市价在哪边 所以大家 也对于这个饭店的 一个期许 会有一个依据在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直相信 供需远离的 所以 基本上饭店的价格在哪边 我就觉得 那就表示 有人愿意花这个价格 买这间饭店 这样 所以 就是 就是这样了 这个价格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依据 好了 那这一集 就是我2022年的饭店 饭店算是 小心得啦 那也供大家参考 那如果 你有特别喜欢什么饭店 也可以推荐给我 让我在2023年 去入住这些饭店 那2023年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旅行的计划 那希望2023年底 我也可以做一个 更像样的 这个饭店的排行 或是饭店的一个 算是奖项的一个名单吧 对 那今年可能 经验可能比较少 或者是说 可能有些东西 我比较还不懂 这个 它的意义在哪边 对 它的东西 为什么会在这 所以 我觉得希望2023年 可以更 更 更专业 我觉得更专业是很重要 然后 例如说早餐这个 我也要逼我自己 早上要起来 去吃早餐 因为很多 很多饭店 我早餐可能是没有吃到的 或者是说 我听就觉得还好 我就根本懒得起来吃 这样 好 那这集就先到这边 那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那 请记得 帮我们到 我们的Instagram 去follow一下 在azd.tok 或者直接follow 直接搜寻这个节资料 那 我们每一周都会更新两集的内容 喜欢的话 帮我留个五颗新评价 并且把节目分享出去哦 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